您有几张信用卡呢 台湾的信用卡就有效卡数就超过了3000万张 等于不分年龄的话 每一个人都超过一张卡 而这些发卡公司呢 红利点数现金回馈比拼是一加比一加高 不过你有想过吗 手续费不过1.5%左右 回馈给这么高 究竟发卡公司赚的是什么呢 出国里又要成为年轻人的小确心之一 不过还是要省钱 就有不少人去选择廉价航空 现在连信用卡公司都催出现金回馈 要来抢大饼 随时联航机票还是动辄上千上万元 台湾祭出最高现金回馈5% 不限航空公司 玉山也下猛要给出六大联航 10%奖励 如果是信用卡有累积点数比较多的话 好像折过一点点这些的吗 会有什么现金回馈之类的 点数你不见得 你换的东西你不见得需要 只是不少卡片都是免年费海外刷卡 也只要约1.5%手续费 那么回馈现金信用卡公司 岂不是不赚反赔 其实银行他们把信用卡当作是 把消费者引进他们金融体系的 一个敲门砖 因为你看银行信用卡手续费 收入也才给到 他们自己的收入才1.55% 但他给你都动辄2% 3% 5% 10% 20%回馈 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他一定是用就是挖东墙 补西墙的方式 原来回馈只是让你常常甜头 等开卡一刷买什么年龄消费能力 全都掌握就能开启下一个赚钱机会 我先放一点资金下来 然后消费者的大数据资料进来了 我们在利用内部的人工智能做分析 然后再导入他 比如说可以买售险 可以买产险 或者是买股票基金 或者是做财富管理 他可以从其他的产品里面 出到额外的手续费收入 那就不见得是 完全是靠信用卡收回收这样子 光是一个月 信用卡发卡数就达到64.6万张 民众封办卡 但可不一定真能省荷包 东森财经新闻 刘慧琪杨昭台北裁缝播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